塔利班拿下了阿富汗的政權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不少人都相當擔心 因為塔利班在20年前給大家的形象都比較殘暴一點 但現在已經是個民主開放 甚至阿富汗的過去政權也曾經跟美國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這個落差感就非常的劇烈 所以有不少人正在觀望是不是要離開阿富汗 確實你可以看到希臘的人道組織成員 尾琪就認為說阿富汗的民眾可能在11月12月的時候 就會爆發一個難民潮 聯合國數據甚至也認為說有100萬的難民正在做準備 而且周邊的國家要特別小心了 那我們看到他們會怎麼走阿富汗在地圖的這一邊 他們不太會往東方跟東北方 所以烏茲別克跟塔吉克是不會去的 他們比較主要想往的是伊朗跟歐洲的方向 所以最有可能移動的路線就是往伊朗跟巴基斯坦 或是從伊朗轉到土耳其甚至是歐洲 這主要是阿富汗的民眾特別想去的國家 但是這鄰國恐怕也會有點問題 可以看到像土耳其已經有了360萬的敘利亞人 伊朗則是有350萬的阿富汗人 所以到時如果11月12月又爆發了難民潮 阿富汗這些人往外走的話 恐怕非常多的國家 國民的忍耐力都會到達崩潰極限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